请注入我们的温泉水 东浦温泉季正式热闹揭幕 天气逐渐转凉 新意向东浦温泉区打造热情气氛 除了透过表演展现当地特色的布农组文化 并邀请许多知名原住民歌手前来献唱 现场热闹滚滚 东浦温泉很嗨 我们刚才从5点就嗨到现在 然后尤其是温泉季的活动 我期待等一下的火把 我把游街 在近一个月的周末 那好不容易 那个有点复苏的一个机场 能够让我们的观光业者 还饭店都能够在周末回到七八成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观光复苏 跟地理的一个饭店跟民宿业者 还是要持续的在做努力 那油耗也会持续的配合许多 许县长还在很多中央的一些 观光经费的争取 新乡东浦温泉季的重头戏 既旧是火把彩节 将活动带到最高潮 主办单位希望让民众亲自感受 原向温泉期之美 因为东浦温泉是以天然泉水 以及壮丽山景吸引游客 尤其温泉是弱碱性碳酸泉 促进养胜美容之外 也能让身心得到很大的书解 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温泉 还有我们绝佳的这个优美的一个山景 那我们也举办了一连串 非常精彩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来南投 这一个泡汤赏星空吃美食 那我们的温泉属于碳酸泉 那所以我们整个在群酸环绕 玉山山脉以及阿里山 以及我们的旺香山 还有我们俊大山围绕 都是百岳以上的高山 所以我们这边的泡汤的环境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们新乡也在这个时候 会迎接我们冬季的一个旅游旺季 从我们的温泉季开始 还有一个圣诞季 然后再来一个梅花季 就一连串到明年一些活动 就是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们逊丽乡 打造我们的观光的最好的时机 东普温泉季开幕 宣告逊丽乡正式进入冬季旅游旺季 虽然前阵子台风 让部分道路通行受到影响 但目前都已经整修完成 恢复平稳安全的路况 请游客放心来信一箱游玩 记者金鱼轩囊的现采访报道